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琪、萧敬腾、安佑琪、陆虎、孟会员、马佳琪带来表演 翻唱了束手观众耳熟能详的金曲《周传雄》、陆虎 马佳琪合作演绎的《往事随风》更是在9月27日的《QQ音乐综艺新歌榜》中斩获第一 站内评论超一万、收藏量突破十万 除了这首经验全场的《往事随风》 同场还有《光阴的故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修炼爱情》等老歌新唱 这些翻唱也都先后登上QQ音乐飙升榜 不得不说殷宗引领了大众的听歌习惯 今年殷宗都打出了老歌情怀牌 刚刚过去的暑期荡殷宗 乘风破浪三中的王心凌用《爱你换回了90年代》对台湾偶像剧的回忆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则是召集了网界说唱冠军和说唱圈OG 带着观众一起回到了2017年的那个夏天 功夫胖的情怀说唱一代直击观众类线 音乐和旅行相结合的真人秀《快乐再出发》的底色是2007年快男团宗 陈楚生 陆虎 苏星等六位当年的快乐男生 让观众感受到了07快男那届音乐人有趣的灵魂 音宗的优劣与华语乐坛的兴衰息息相关 没有好歌加持的音乐综艺 往往也无法成功走进观众的心里 音乐人苦于没有机会施展拳脚 节目组苦于没有原创好歌出圈 无论是新的音乐家模式 还是宗恩代音宗 都把麦秦怀当成了救命稻草 蕴藏在音宗里的老代心 2019年东方卫视打造的全国首当代季 朝音再造主题的音宗我们的歌第一季播出 第一季开始 节目便着力于宣传自身的代季性质 试图用年份为代号回望岁月 李克勤和周深组成的秦深深组合 陈小春和Gay组成的精神小伙组合 林子祥与胡夏组成的牛奶小胡子组合 分别在节目前三季获得精神拍档称号 除了以上的这些夺冠组合 齐琴和张碧晨 宇芳和翟肖文 张信哲和太一 常石磊和王源 奈英和肖战等众多人气组合 都是前三季节目中较为成功的老代心 前者是叱咤华语乐坛多年的前辈歌手 后者则是初出茅庐人气鼎盛的新生代 第四季节目同样延续了前三季的竞演规则 先将18位歌手分为A B两组 再分别进行组内盲选完成配对 第四季目前已经确定的组合 陈慧贤和孟慧元 肖敬腾和张琪 周传雄和陆虎 杨坤和马佳琪 从配对结果也可以明显看出 华语乐坛的老中 青三代歌手均在参与其中 其中又属杨坤和马佳琪的组合 代际效果尤为明显 杨坤1994年演出电视剧《陌生的海岸》主题曲 而进入娱乐圈时 马佳琪甚至还未出生 也有不少观众看完第一期后产生疑惑 为什么会把黑豹乐队的主唱张琪列为新生代 对此疑问 节目中也只是用谐音耿一带而过 同期的另一档宗 恩代音宗中国好声音202也有编语网季 同时设立了老核心两个年音层的导师 梁静如 李文 李克勤 耀昌永等老一辈歌手担任节目中的固定导师 负责选拔和培训学员黄霄云 西琳娜一高等年轻一代的歌手担任青春导师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好声音2022中担任导师的李克勤和黄霄云 又分别是我们的歌第一季和第四季的选手 有望2022年下半年在江苏卫视播出的《因你不凡》 节目形式也是七位实力歌手和七位潜力歌手的 一加一绑定组合 可以看出老代新的组合搭配 未来也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因宗》节目中 创造金曲远胜于翻唱金曲 《因宗》向来靠爆款神曲出圈 回顾曾经的几档大热因宗 邓紫棋一曲《泡沫让我是歌手》 第二季首播变站稳脚跟 毛不易一首名谣消愁 让2017年的《明日之子》有了姓名 中国新说唱2019最出圈的作品是 宝石詹姆的野狼迪斯科 同年这首歌也登上了春晚大舞台 《我是唱作人》之所以取得了不俗的出圈成绩 也离不开王源的原创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无一例外 上述这些歌曲都是歌手在节目中演唱的原创作品 成功带领殷宗出圈 原创作品之余殷宗 就好似金箍棒之余孙悟空 作品出圈自然能为综艺带来不少的关注度和讨论度 一方面 金曲翻唱几乎难以超越原版 节目中肖敬腾与张琪合唱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技巧和情感都令观众惊叹 肖敬腾唱到高音时拉麦的剪影和怒音片段直接登上热搜 但观众对他们对翻唱褒贬不一 林一连的原版娓娓道来 思思入扣 但肖敬腾与张琪的翻唱版注意力却落在了飙高音上 未能唤起观众对这首歌的远古回忆 以至于抒情失败 九位歌手共同合唱的光音的故事倒是获得了网友好评 老 中 青三代不谈技巧 只是朴实的合唱金曲反而更能打动人心 另一方面 过于强调金曲翻唱所带来的经典 传承 怀旧 便失去了音宗的趣味性和娱乐性 一味地专注重复翻唱就使得节目过于单调 即使是翻唱 也不能只停留在卖情怀的层面 旧曲新唱 情怀拉满 但只有情怀 还并不足以支撑起一档爆款音宗 音乐家综艺恩代长路漫漫 根据一恩数据显示 2017年至2022年 音宗数量虽然在逐步减少 但在整体综艺中占比稳定在9%左右 今年 声声不息港月寄给音宗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乘风破浪三披荆斩棘二中的姐姐哥哥们 引起了一轮考古风潮 中国好声音从第一剂到中国好声音 2022已经走过11剂 长寿的宗恩戴在音乐家领域 摸索出了一套音乐家情怀的情感路线 2021年的时光音乐会就曾在综艺中 把音乐 浪漫和情怀发挥到了极致 节目嘉宾几乎都是有经历 也有故事的实力歌手 谭永林 林志炫 许如云 凤凰传奇等歌手 以各自的音乐为连接点 互相翻唱彼此的歌曲 从而展现出歌手的人生感悟 当廖昌永翻唱《东方之珠》时 香港歌手谭永林以及一众观众都止不住的热泪盈眶 可以说 论情怀音宗 时光音乐会堪称鼻祖 2022年初的生生不息港乐记也是通过乐曲金曲 获得了观众们的普遍认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极具有亲和力的乐语歌曲男儿当自强祝福 长路漫漫半泥床等勾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 节目中邀请不少年轻歌手翻唱乐语老歌 这些年轻歌手都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乐语老歌本身的韵味和唱法 没有强行加入高音 rap 舞蹈破坏情怀 这一点也备受好评 如果生生不息宝岛记能将第一季的好口碑延续下来 相信能再次提振2022音宗市场 意识到情怀排的好处 我们的歌四在这一季减少了一部分竞技内容 弱化了节目的排名 不会像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一样 强调歌手的竞技能力 临场发挥能力和调动观众的能力 而是更注重歌手本身的情感表达 但这样的赛制安排或许能让参加的歌手感到轻松 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同样会大打折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